如果再不派兵爭 我看怕我們已經萬多士兵 和你訓練那三千辛兵 都會全軍覆沒 約定時辰已到, 出發 別吵吵吵吵吵 敵軍又補高, 快點進隊 是… 贏了, 曹軍敗走, 國軍大勝 太好了 怎麼會贏的? 我們打勝仗 我們打勝仗 打勝仗 我們打勝仗 打勝仗 我們打勝仗 公司打勝仗, 真是的 司法國師… 打勝仗, 還是大國全勝 聽不聽到聲音? 我喉嚨乾乾的要喝點東西 讓喉嚨, 你們先走了 行了, 麻煩你 別拿 行了… 大哥, 我查到了 好了, 諸葛亮博望波, 初用兵 結果是大獲全勝 打完再說, 別遲些 還有, 曹博士說你時空穿梭 回到三國 可能會產生蝴蝶效應 有機會改變歷史, 叫你小心點 什麼蝴蝶效應? 歷史能改變嗎? 現在諸葛亮還沒大獲全勝? 偶像就是偶像 偶像對主公 軍師 主公 你 não Fairy can aberride 當然要 怎麼說?總之見到大家安然無恙 我就最高興, 大哥說 主公, 你最關心的就是下屬的安危 能夠做到你的下屬是我們的福氣 有這麼好的下屬, 有福氣的是我 我真的很感動 阿倫, 演戲配合一下 不讓一下讓一下, 被主公見到 我軍傷亡並不嚴重 初步點算, 為數約十分之一 相反曹君死傷超過半數 而且有五百多名曹君向我軍投降 主燒彼長, 如果能夠吸納這一批航兵 就可以加強我的軍實力 很明顯會適當處理 以萬幾人的兵力 竟然可以戰勝曹操十幾萬的大軍 全憑軍師, 部署得宜 大哥, 你當時不在戰場而已 你在這裡一定拍攏手掌 軍師真是用兵如神 是嗎?怎麼神法? 軍師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連我們所有人都欺騙了 我們以為軍師用作策略 集中兵力的城西, 已暴露了缺口 讓夏侯敦有機可乘 你應該特襲薄望波 他正正就要夏侯敦重計 夏侯敦大軍去到薄望波 處於狹窄的地勢 我們居高臨下用火攻 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他們互相踐踏 結果我軍將曹君一舉千年 當初我們個個都以為 軍師他不會打仗 原來軍師的後續是這麼巧妙的 三弟, 你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服了軍師 簡直服到五體徒地 軍師, 當初我對你惡言相向 真是一萬個對不起 軍師, 將將軍快仁快語, 是真毫見 孔明一直很欣賞 軍師, 你賺我 你弄得我臉都紅了 簡直是紅我乖念歌 是嗎? 軍師, 孫君為抗軍令 還煽動其他將領兵變, 罪該萬死 孫父將何嘴之有 你也是我的活同舖 是孔明要向各位道歉才對 孫君, 為確保軍情不洩露出去 我隱瞞了大家 令大家惶恐困惑, 真是過意不可 不需要道歉, 隱瞞得對 尤其是我 我將非粗心大意, 口又不收 被我知道了, 只會破壞了大事 所以騙得我是對的 當時, 以後你下的命令 我絕無疑問, 絕無疑疑 老爺, 謝謝這麼多位信仰 能夠見到大家合作無間 我真的很高興 只要大家能夠上下一心 我們就只會越來越強大 是 越來越強 是呀, 主公 上司和你提過的兵器不足 此事容後再談 可以去中廟上香搭席神恩 還要命人準備賢夕, 慰勞大家 好 好 君師, 你回來就好 你快進去看看小姐吧 夫人, 為什麼她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沒有好好照顧她? 其實小姐在你去博望城之前 已經生病了 但是她還為你連夜翻譯兵書 結果操勞過渡, 還感染了風寒 她還不讓我告訴你們 她有騙你說去賀秀 其實就去了找客棧站住 為的就是不想你為了擔心她而分心 結果周居勞頓, 病情就越來越重了 夫人,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找了醫工沒有? 醫工來看過她幾次 小姐吃了藥之後, 有時候又醒了 但是有時候還差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君師 皇長事, 怎麼調走 平時替我打索在東霜那幾個家丁? 這是主公的意思 主公希望諸國軍師海旋歸來之後 有個舒適的地方休息 所以先讓小人調配多些人 手去西霜給你打索 皇長事, 我想請醫工長去醫治我夫人 有醫工治理你夫人嗎? 大不見療校, 我想要醫工長親自出馬 但是將軍府有明文規定 醫工長是專責照顧主公和主公的家眷 我知道, 請你請示主公, 聽不懂得破禮 主公去了忠廟上鄉 要兩個時辰才回來 不如叫其他醫工… 我夫人他很危急 那就不如… 長事, 不用怕 諸國軍師是英雄, 他打贏仗了 就算他打破將軍府的規條 主公也不會降罪於他的 但是主公處事向來公正而不明 如果有人違反規條 又不可以置諸不理 始終要有人承擔, 誰承擔呢? 那個不會是諸國軍師 因為他是英雄, 英雄有免死金牌 諸國軍師, 小人不可以答應你了 皇長事 醫工長, 你去做結束 醫工長, 我夫人餅當為金 求你救救他 萬一主公怪罪違反規條 我獨力承擔 你是不是什麼都承擔? 就算人頭落地 普名一力承擔 醫工長, 以者父母心 好, 救人要緊 請 不行的, 來 諸國軍師 好啊, 我就看你免死這麼快有多硬 醫工長, 我夫人他怎麼樣? 諸國軍師無需過分擔心 夫人已經凌晨安睡 要多吃幾服藥 相信病情很快就會好轉 謝謝醫工長 不過夫人本身看著 這次有大病一場 恐怕要經過長時間的條理 身體才會復原 我這個夫君真的做得不好 軍師, 主公要見你 醫工長, 我明一力承擔 主公一定不會怪罪於你 主公 嫂夫人怎麼樣? 謝謝主公關心 醫工長已經看他撕了針 好多了 那我就安心了 請主公次罪 軍師何罪之有? 好明違反了將軍府的規條 府內明文規定, 醫工長… 除了專責照顧本將軍和我的家眷 之外, 還專責照顧諸葛軍師的夫人 主公 本將軍功剛修改了規條 主公關外, 竟然是恐命修改規條 我也保證 以後不會再有人敢說什麼 閒言閒語 說軍師你恥著戰功而有免死金牌 你不需要再把這件事放在身上 主公, 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聽軍師你這麼說, 我越想越慚愧 我真的對軍師你這麼好 當然我三顧草農, 請軍師你出散 應該要理所當然地信任你 但是我這個大頭又沒有做到 所以我軍上上下下 都是因為這樣而對你傳義 才有薄忙幫我鬧兵變的事 要軍師你身陷困窟, 原得不好 要道歉的不是三弟, 不是孫昆 而是我 主公賤重 我的確確是恥作勇者 我要委派你做通帥 但是我有猶豫, 他們所有人都看到 你更加不可能看不到你對我這麼忠誠 相反我就不可以一樣地真誠對你 很對不起 有我是這麼坦誠的主公 孔明很感人 其實你無需對我這麼坦白 不肚不快 孔明也是一個不肚不快的人 主公當時要刪減我招募身兵的人數 我已經知道主公對我有所保留 那一刻真的有少許失望 直至主公委派我做統帥 我就再沒有擔憂, 只有感激 我感激主公願意把千秋大葉壓在我身上 我願意, 我也願意為主公付出一切 我希望你會不會有所謙的 我願意為主公分